穷瑶剧《情深深与萌萌》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角色,其中李富冠就是一个经典人物。 观众记住了李富冠,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他的扮演者曹秋庚。 大家都知道,曹秋庚在《情深深与萌萌》中饰演的是李富冠,是一个忠于上司陆振华,铁骨铮铮的男子汉。 剧中她的女儿被雪姨害疯,她不能报复自己敬佩的上司,只能默默地忍受着,直到最后揭露了雪姨的真面目。 她出色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除了《情深深与萌萌》,她还出演过很多影视剧,比如《格格腰出嫁》中反面人物《郎总管》,《夜雨飞飞》中表里不一的《苏长喜》,《零宫里》中两面人物《湖西北》等等。 出道32年,虽然曹丘庚出演的都是配角,但是她都用心去塑造好每一个小角色,演谁像谁,不像鲜肉的小鲜肉,演什么都像自个儿。 可惜直到生命的尽头,她都从未演过男一号。 对待演戏,她认真,对待生命,她从容。 在被检查出一线癌后,曹丘庚微笑着面对疾病,在家人的陪伴下,度过了她人生中的最后时光。 2011年10月,年仅58岁的她,去世了。 婆婆真是感慨,林副官斗得过血疑,却斗不过癌症。 在演迷圈,有很多演员像曹丘庚一样,可能到去世,观众都不知道她的名字,或许没有名气,但是她们的演技真的是杠杠的。 有时婆婆也想不通,演技上层的老戏谷无人理会,靠脸吃饭的小鲜肉鸣满天下,这世道究竟是怎么了? 同意的老铁麻烦点个赞,评论一下也是极好的。